好 各位买买好 我是董买买 最近天太热了 我就不出门了 那我于是呢 这期视频我也就不出镜了 跟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四川省这次缺电的一些看法 以及我为什么会说越是缺电 这个新能源车包括纯电动车 应该要大力发展的原因 那首先呢 四川省好像在我们的心目中 应该不会是一个缺电的省份 因为四川省有大量的水电站 而且有很多小水电站 对吧 在前几年这个挖矿还是合法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水电站都在内蒙古 都在四川这些地方去挖矿 然后今年呢 突然四川省就缺电 而且缺的非常严重 不仅仅说是工业被限电了 连居民的日常生活都影响了 有一些地方呢 对居民生活进行了断电 然后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 我看一些大的商场 空调的温度调的也很高 然后灯也关了 甚至我看网上还有一些图片 说这个地铁里头的灯都关了 就可以说这个缺电变得特别严重 那今年缺电的原因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天气特别特别的炎热 四川省呢 又是一个水电大省 特别炎热 水分的蒸发量也高 雨也不怎么下 然后水电站嘛 水电站需要保持自己有足够高的水位 它要水位的高低差才能发电 你老是不下雨 这个水位高低差就越来越小 发电的效率就降低了 同时居民本身也要用水 所以水电站的一些水 又被迫拿去给居民用 这又加剧了发电的困难 再加上呢 西部本来就有西电东送的合约 他们需要履行 像东部这些发达省份 那个送电的一些合同 那这样两者的事情 一叠加呢 今年整个四川省 这个电缺的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当然这些事也给了我一些启发 那这些这些启发呢 我觉得可以来聊一聊 那首先呢 就是光伏发电 光伏呢 可能我国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上 那早些年呢 可能会存在大量的补贴啊 可能有一些企业在骗补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关注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到今年到去年 整个光伏业已经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为什么说健康啊 就是我看了一些数据 现在光伏不依赖补贴价格已经可以平价去上网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啊 光伏的发展其实应该会加速的 那事实上从数据的角度来看 也加速了很多 那我国呢 在2016年的时候 整个光伏累计发电装机容量才80几瓦 到2021年的时候已经是290几瓦了 这个涨幅非常惊人啊 2025年的预测呢 可能又会从现在的290到490几瓦 所以这样的年化增长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光伏嘛 它需要光 需要白天 白天才能发电 但是白天恰好也是用电的高峰 所以如果光伏能上网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缓解这样用电紧张的情况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储能 储能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煤电 煤电厂其实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发电 核电站它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发电 但是这些清洁能源比如光伏它白天才能有 对不对 风力有风的时候才有 潮汐有潮汐的时候它才有 所以这些发电都不一定是均衡 有可能是在你有需求的时候 它没有 在你没有需求的时候电用那么多 我们都知道电发出来之后用不掉 是很难去存储的 所以其实越来越发展所谓的新能源的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更多的储能 这个储能啊 就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储能站 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电池储能 电化学储能 还有一些什么飞轮储能 还有一些抽水储能 这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 好说到这呢 就顾免要跟电动车的话题相结合起来了 那这一次呢停电之后 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换电站 有大量的充电桩 因为它限电 然后不能去提供服务了 所以呢于是网上就有很多人去说 你看我过发展电动车 是吧 在这么缺电的时候 这些电动车还要充电 是不是这是一种角色上的失误 那我想说的是完全不是角色上的失误 其实你能看到 他们在限电 他们在不让你去充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们其实在积极的引导 这些车主去夜间去充 为什么要去夜间充 这其实还是一个使用不平衡的问题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 都是资源分配的平衡问题 那发电厂发出来的电 主要是给哪些部门使用的 还是工商业部门去使用 尤其是工业 其实是用电量的打头 那等到夜间的时候 整个工业的用电量是小的 那对于电厂来说 它的发电量要骤然减少 但是电厂 尤其是煤电厂 它的那个发电量 不是说你要它降 它一秒钟纷纷就给你降下来 如果突然的造成什么电量的流失 比如说你们没事干 非要搞什么地球一小时 这个对电网的冲击 对电厂的冲击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希望什么 他们希望的是白天 你有一个比较可靠稳定的用量 等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用量也能保持在一个 相对较高较合理的水平上 那到晚上了 怎么样能保证这个电量能稳定呢 那有一些部门会选择 比如说用电量高的企业 这时候他们夜间去上班 去保证这个电量 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 对于生活部门来说 其实非常简单 他们的车在夜间去充电 这就是在保护电网 在支持电网的行动 以我所谓的上海为例 如果你的充电桩 是独立安装的电表 你在白天这种风的时段 去使用的话 每度电费是六毛七分钱 非常贵的一度 但是你在夜间 十点钟之后去使用的话 每度电只有0.33元了 而且是没有阶梯的 0.33元 一度电 如果你能跑五公里的话 对于电动车来说 每公里的成本只有六分钱 其实电网通过这种价格优势 期待你去在夜里头去充 然后我们也看到 很多商业的第三方充电站 就包括这次在四川 这些被节电的充电站 他们在夜间的时候 往往是允许开放的 同时他们也是鼓励你 去夜间充电 甚至他们还把夜间充电的 电费给降低了 这个就体现出了电动车 对于电网的一种支持能力 同时电动车还有一个 更大重要的功能 被忽略了 或者说现在发展不够好 你想一台电动车 如果电池大的话 它有100度电 小的话也有50度电 那一个换电站 动不动上个十几块电池 有个1000度电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些电 他们是有能力 去跟电网所互动的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V2G V2G的原理 讲起来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你充电的一个逆过程 充电是电网通过充电桩 把电充到车里头 那V2G就是车 通过充电桩 把电还给电网 这种操作在技术上 没有什么难度 现在的难度在哪 在政策 比如说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样的桩 可以允许你去使用 那每一度电 我拿我的车的电化学电池 去给你储能 给你放电 每度电 电网该给我多少钱 是不是 那电网在需要 这种电的时候 车或者说换电站 在多长时间内 能去响应 那有一些企业 比如说未来 他们在部分地方 跟电网做过这样的实验 那结果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事 只是一个小好的试点 只是一小步 那如果想真正的解决 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些大事 或者为这些大事 去出一份力量 那这个事情 还是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 完善的机制 甚至完善的工具 你的车要去放电的时候 你的枪 得支持冲放电一体枪吧 是吧 对吧 这一整套东西给它做好 所以其实往小的说 你开电动车 是更加环保的 对吧 往大的说 电动车 所能对电网的支持 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下 对电网的支持 这些能力还并没有被发展出来呢 而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停电 就有一些人会去说 发展电动车是错误的 这种我觉得就是单纯的 就是知识的储备不够 好了 这就是本期董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 订阅董买买 买买在头条B站微博 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